大家好,我是刘逸善医师 其实当医生呢,其实这个选择其实需要一些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那必要条件呢,第一个当然是成绩要好咯 好,因为你一定要符合这个成绩的门槛才能进去嘛 然后其实大部分就是学校我们那时候的联考环境就是成绩好的学生 他的第一志愿就是医学系 那第二个充分条件当然是本身的一个意向 那其实我小时候就是求学的时候蛮喜欢读杂书的 就是传记啊,小说啊,闪文啊,任何的一些名著都很喜欢看 那我发现其实这些著作他都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 要怎么样才能有快乐美满的人生 那后来呢就发现说脑神经科学家呢都归纳出 要有快乐的人生需要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呢就是尽量不要有负面的情绪 那第二个呢就是要你的人生或自己本身充满了意义或者是有价值感 存在的价值 那第三个呢就是要有健康的身体 好,那我就想说 好像前面两个对我来讲还是有就是需要自己去修炼嘛 好,那第三个呢要有健康的身体的话呢 那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要了解这个身体的一个生理啊,病理啊,或疾病的基转 那当然如果说读医学系的话呢 就能彻底呢去了解这一些基转 而且是有系统性的学习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那时候想要走医学系的原因 大家好,我是刘亦山医师 我再健康多一点 我再健康多一点